大家好,我是主播小蜜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赞关注,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谢谢大家。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辽阔海江的大国,海洋资源极为丰富,在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面前,不仅周边邻国蠢蠢欲动,就是远在西方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,也想要来分一杯羹。 近年来,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想要干涉我国主权,挑起亚太地区战争,但在势力不弱于如今美国的中国面前,美国的这个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实现,因为今天的中国,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任人随意欺负的国家。 虽然中国并不惧怕美国的挑衅,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,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,我们也不得不防,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,我们根本就无法阻挡来犯敌人,更加无法守护国土完整。 现代化的战争,毕竟演变为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高科技之间的较量,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基,我国的海疆将会成为他国随意往来,随意开采资源的集中营,想要守护我国领土和领海完整,不让我国的海洋资源被随意采取,同时为了避免遭到周边局势不稳定国家和一些霸权国家的干扰。 我国在海基建设上可谓是不遗余力,中国是全球海上邻国最多的国家,因此也面临着最为严重的海上权益就纷。 我国海域辽阔,能够利用的前沿基地相对较少,一旦发生无法避免的冲突,在陆军基地无法满足海军需求的情况下,我国将会陷入被动局面。 为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就必须在海上建立一个特殊的军事基地。 但海外军事基地这一构想早就已经被美国率先提出,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效。 即便我国紧随其后同样建造海外军事基地,也很难对美国形成制约。 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匠的中国骑士并不安宁,尤其是东海和南海。 因此我国海军急需在南海建立第一岛链的战略防御体系,建造一艘可以起飞500架,包括歼10、歼11、歼15和歼20等战机在内的大型。 当下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,正在设想建造一个排水量达到50万吨,全长900米,宽90米,高60米,可搭载300到500架各种类型的陆基飞机。 航速达到6级,造价高达12亿美元的大型半前行副导师海上机场。 以我国如此辽阔的海域,想要用军舰巡视每个角落,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。 因为不管是军舰,还是航母或者核潜艇,在海洋中航行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。 为了能够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一些专家提出想要建造一个横架式超大型海上浮动平台。 这是一个可以在海上移动的大型平台。 利用这个大型平台的可移动性,从而前往我国海域的每一个角落, 实际上浮导师航母最开始,乃是由美国、加拿大和日本先后提出的概念产品。 早期,我国也想要建造这种横架式超大型海上平台,但这种海上平台需要很高的技术支撑。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与这匹配的动力源和建造框架,因此想要建造这样一个大型海上平台根本就无法实现。 从网上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,这种大型海上浮动平台,实际乃是一种模块化组合而成的超大型人工浮体。 超大型浮体的单体模块长300米,宽100米,最大组合建为5个。 因此这种超大型海上平台最后的长度将达到1500米。 长达1500米的超大型海上平台,已经完全有能力满足几乎所有飞机的起降, 包括我国尖系列战机和运复9、运复20、空警复500、空6K和空警2000预警机等大型战机的起降问题。 因此这种海上平台具有很大的军事意义,它不仅为空军提供了在海上移动机场的功用, 而且还可以作为海军水面舰艇的综合补给站。 为执行任务的航空母舰、驱逐舰、护卫舰以及其他海上舰船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。 美国曾经想做海上辅导航母,实际是一个大型的半前行辅导师海上机场, 设计排水量50万吨,航速6节,造价12亿美元,全长900米,宽90米,高60米,设计可搭载300架飞机。 但是美国一直还没能拿出实际建造成功的范例, 我国也一直计划要在南海建一座超大型海上浮动平台, 是一种全新的海上中转基地,也就是辅导航母, 实际是一种特殊刚才制作的横架式超大型海上平台, 上面可以建设数千米的飞机跑道, 能够搭载飞机,可以作为战机军用机场, 建设我国的海军飞机可以在任意海域进行起落, 而且能够覆盖到我国领海的任意地方, 这对于一些不适合填海造岛, 进行军事基地建造有颇大难度的海域, 设置辅导航母作为固定式海上基地, 不设置动力移动都可以, 仅作为海军的驻扎港哨, 也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 这座新型的辅导航母建设项目, 属于全新海洋工程, 已经获得了国家批准, 未来游击东发展集团进行开发和施工, 辅导航母设计三个建造标准, 面积分别为100米300米, 120米600米和140米900米三种规格, 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建造。 我国的辅导航母设计的排水量超过50万吨, 安装超强动力推进装置, 至少巡航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8公里左右。 届时, 这个辅导航母能够安装各种电力设施, 装备各种设备和电子仪器, 甚至能作为海上的核电站, 可以说, 辅导航母设计海上平台就是一个海上中转基地, 其技术足可称的赏是世界第一, 其排水量甚至可以达到50万吨, 相当于一艘超大型的航空母舰, 正因为这种辅导航母设计海上平台的空间宽敞, 因此可以安装各种设备和电力设施, 甚至还可以直接在海上建立核电站, 这样一来就可以保证海上平台的能源供应, 预计辅导航母还会在军事方面对于移动的舰艇补给站, 机动的海上巡查港等方面有更多用途, 另外在民用方面, 辅导航母还可以移动来坐移动的港口, 和临时的海上码头, 对于一些给予临时停靠的客船, 或者船只, 给予及时的救助和帮助等多种用途, 如果辅导航母建造成功, 我会将是最先掌握辅导航母建造技术, 并且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国家, 这种辅导航母, 其实就是使用特种耐压材料建造的超大型横架辅导平台, 如果从建造成本来看, 造价值几个亿的辅导航母, 比建造更多的每艘造价动辄几十亿, 上百亿的航母更为经济划算, 不仅可以为国家节约大笔的费用, 而且辅导航母装载了动力设备, 可以巡航航行和按照指定目的地进行移动, 这样一来, 辅导航母的增设海上移动机场, 可以让我国海军增加更多的空中力量, 对于有争议的海域, 派出作战飞机或者进行增援, 以及日常的巡逻和侦察时, 能给海军更多的灵活空间, 目前我国已经对建设横架大型海上平台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 而且对于模块化组装和解决原来一些关于框架整体加工的技术难题, 也都有了实质的解决方案, 那么再加上对于辅导航母动力这一块的设置, 如果经过试验组装成功, 距离竣工真是值日可待了, 总之, 这种辅导式海上平台完全可以通过模块化的组合, 化身为海上机场、码头、后勤基地等综合保障平台, 相比于航母性能的单一性, 这种可以移动的辅导式海上平台拥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, 可谓是未来海战的移动堡垒,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